你倒霉死 睡前在枕头下放此物 第二天就能逆改天明 但民间就有枕下放商务 不用愁财路的说法 并且这句手语流传已久 还备受很多老人的认可 因为它也蕴含着 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期盼 那么这商务究究是什么呢 放了真的就管用吗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商务的具体含义 根据俗语所说 它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在枕头下面 放这三样东西 那么就会为我们带来好的运气 其实这三样物品也并不稀奇 反而还很普通 不过它们各有其独特的寓意 都寄托了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第一五是书籍 俗法说书中自有黄金木 书中自有颜如鱼 书籍是知识的海洋 是人类自卫的结晶 在准校放书籍 也是有着美好的寓意的 那就是希望通过不断学习 提取知识 来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 提升自己的修养和能力 而且无论在任何时代 读书都是有益的 只有不断地学习 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所以枕头下放几本书 还是很有好处的 平时如果睡不着了 或者是起床了就可以看看书 这样通过书籍中积取知识 绝对是一种对财富和精神世界的双重投资 第二物葫芦 葫芦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品 它代表了葫芦 吉祥和美好 在很多传统文化中 葫芦都被视为一种能够带来航运 像在古代的很多神话故事中 就是用葫芦来装一些灵丹妙药的 因此这里的葫芦 不仅是葫芦的美好意义 同时也有另外一层含义 就是在枕头下可以放一些救急的药物 换言之就是在提醒一些有病的人 要记得每天即时吃药 最好是把经常要吃的药 放在卧室的枕头附近 这样每天起床或者是睡觉的时候 就不会忘记了 再枕一下放葫芦 寓意的希望自己和家人能够服务双全 吉祥的健康 这种美好的期盼不仅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 也是对未来的美好祝愿 第三物 钱币 钱币是财富的象征 也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准下放钱币 寓意着希望自己能够财运跟通 财源管境 而且等着下面放钱币 还有另外一种做法 就是这并不是实际的钱币 而是指账本 就是在提醒我们每天都要把当日的开支记录下来 从而做到收支情况心中有数 该花的钱就花 不该花的钱不花 质量看似精打细算 但也是一种理财的方式 通过精打细算 合理规划 才能够实现财富的积累和增长 那么为什么要在整下放这三样物品呢 其实这里面蕴含着一定的心理学和民俗学原理 在人们的生活中 睡眠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而整下作为人们休息时 最接近的物品质疑 对人们的心理和情绪有很大的影响 在整下放这三样物品 寓意着希望自己能够在睡眠中 得到心灵的平静和暗影 同时也可以激发人们积极向的心态 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最后我想说的是 整下放善物 不用愁财路这句俗语 虽然是一种寄托和期盼 但并不是一种迷信前文 我们应该以积极的心态 去面对生活和工作中的挑战的机遇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 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也要注重科学理性的思考和方法论的应用 以更加科学的方式 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在东方文化中 风水学自古以来 就被认为是影响人们生活的重要因素 特别是家居风水 更是许多人关注的焦点 在家居风水的众多元素中 枕头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枕头不仅是我们每天休息的地方 更是连接个人能量与外界环境的桥梁 枕头下所知之物 自然也就充满了各种神奇的寓意和力 在这方面 有两种物品特别受到重视 硬币和空中 这两样看似平常的小物 却能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正面影响 首先来看硬币 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吃空见惯的小物 其实在风水学中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硬币代表着财富和流通 象征着财富的增长与不断的流入 而将硬币放在枕头下 便是希望在月间休息的时候 也能不断地吸引财富能量 让家庭的经济状况日益兴旺 硬币除了能够吸引财富外 还被认为是增进人际关系和谐的小攻击 人们相信金属有驱邪避凶的作用 因此在枕头下放置硬币 也有保佑平安的含义 在现代生活中 这样的做法被赋予了新的解释 通过提升个人的财运 间接改善与他人的关系 促进社交圈的和谐 再来谈谈红枣 这个在中华文化中充满吉祥寓意的食材 红枣不仅是营养价值高的食材 还象征着吉祥的幸福 在风水学中 红枣的红色被试为吉利的颜色 能够带来好运和幸福 将红枣放在枕头下 意味着在睡眠中 也能吸收到这种吉祥的能量 增强个人的好运 同时也寓意着生活的丰富和甜蜜 在传统观念中 红枣能够补血安神 改善睡眠质量 将红枣放置于枕头下 还有助于提升睡眠质量 当然第二天醒来是精力充沛 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更加从容 了解着硬币和红枣的重要性后 正确的放置方式也同样关键 一般建议 硬币可以放在枕头中央 而红枣则放在硬币的旁边 这样的摆光方式 能使两者的能量相互补充 而到最佳的风水效果 保持枕头下的清洁也非常动用 清洁的环境 不仅能够让睡眠更加安稳 还能保证放置的物品能量不受干扰 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在实施这一风水布局时 选择新鲜的硬币和红枣尤为重要 新鲜的物品能量更加旺盛 更能吸引正面的能量 定期更换枕头下的硬币和红枣 以保持清能量的新鲜和博物 也是保持风水效果的一个想象 中国这样的布局 布局能够为个人带来财富和健康 还能为整个家庭带来和谐与幸福 这种简单而又神奇的风水小策略 虽然看似微不足道 但其背后越含的文化意义和心理意义 却是深远且强大的 在追求生活品质的同时 不妨尝试一下这样的小方法 也许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和变化 正当我们探索硬币与红枣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时 了解如何将这些传统智慧浓入现代生活 成为了一种艺术 将硬币和红枣放在枕头下的做法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风水布局 它象征着对生活美好愿景的追求 和对传统文化的尊重 为了最大化这两种物品的风水效果 还需要注意一些细节 一般建议在每年的特定时期 如春节或个人的生日时 更换硬币和红枣 以此来迎接新的一年或新的生命周期 带来新的开始更多的好运 在放置时 可以将硬币包裹在红色的布袋中 红色在中国文化中代表了喜庆的吉祥 这样做可以进一步增强 吸引财富和好运的效果 与家人共同参与这一步举过程 不仅能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和联系 还能共同为家庭的幸福和繁荣 做出努力 这个过程本身就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家庭仪式 增强了家庭的凝聚力和幸福感 在现代社会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 人们越来越依赖于物质的科技来提高生活质量 往往忽视了这些传统智慧的价值 但实际上 这些简单的风水布局和传统信仰 不仅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 还能帮助我们保持与自然科学共生的态度 吸引我们真实和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通过这样的时间 我们不仅能找传统文化的魅力 还能在快捷柱的现代生活中 找到一种平衡和宁静 这不仅是对财富和健康的追求 更是对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的一种反思的提升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学会了如何通过简单的行动 寻找到生活中的美好和和平 将硬币和红枣放在枕头下 不仅是对传统风水学的一种尊重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现 它提醒我们 即使在现代社会 传统的智慧和信仰仍然有取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这两样简单的物品 硬币和红枣 成为了连接过去和现代 传统与现代的桥梁 它们不仅给予我们财富和健康的祝福 更重要的是 它们教会我们如何在繁忙的生活中寻找平衡 如何珍惜和传承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 在这个意义上 硬币和红枣不仅仅是风水中的小物品 它们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是我们与传统连接的纽带 引导我们走向更加和谐美好的未来